我想问顶节目有几多人 有试过梦境成真的 可不可以举手啊? 梦境成真的那些? OK,请放下,不是很多 那有几多人发过梦的举手? 就是白日梦的比较多些 我记得我十几岁偷渡出来之前 我是 发过一个梦 这个梦呢 就发觉自己在那儿吃猪肉 是吃得很开心 吃得很饱 那饱了之后呢 那就醒了 这个梦呢 当我真的正式偷渡来香港之后 是梦境成真的 因为当我第一次见到我爸爸 我说我十几年跟他分架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 有没有猪肉吃? 他说 傻仔,吃猪肉而已 用什么呢? 今晚吃猪肉 结果那晚呢 就煲了一煲牛头煲的猪肉汤 这煲猪肉汤呢 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 那次 是吃得最开心的 因为我吃了九碗饭 喝了几碗汤 我从来没吃过 我从来没吃过 是吃得那么开胃 那么畅顺 完全 没有人管 没有人乘 就是这么吃 全家人就好像欣赏我吃饭 一样 但原来梦境成真 不是一定是好事 那晚 也都是我有史以来 最辛苦的一晚 原来饿是辛苦 但是饱是更辛苦 因为那晚呢 我记得 我坐下都坐不到 太饱了 最惨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晚饿 因为很久没吃猪肉 那次吃完猪肉的时候 饿 而饿的时间 我也曾经说过 那次我爸爸是 开一个农场 是养猪的 那厕所是要蹲下的 没有坐翅的 你想一想 我连坐都不行 蹲怎么可能呢? 所以去厕所的时候 我只能够扶着两边 是半棋地去厕所 那晚是成为我 有史以来最尴尬的一晚 因为摔出来的 全部是死散的 流出的 而带来的结果就是 下面全部都是 我不想见到的 所以那一晚呢 其实是没有机会 睡得到的 我都没有 那接下来 我也有很多不同的梦 我是个发梦王 大家知道 我记得我回来香港之前 我发了个梦 这个梦 包括什么呢? 我发我戴着 Headset 港导 好奇的 港导也要戴Headset 第二 我发梦发着 下面坐在那些人 哇 坐到满了 全部是蓝衫褲的 第三 我发梦发着 外面有人排队 我进来的时候 问他们做什么 排队进去嘛 进去做什么 崇拜 这是个梦 另外 还发着 坐巴士的时候 他站在那儿 站在那儿 站在那儿 旁边又有人站在那儿 但他站在那儿 他拿一本东西来 出来看 看的时候 我看一看 那是个梦 告诉大家 结果 我和Arnington那边的电影节目 分享完 就是因为一个 心里面的感动 带少神牧师的一些激励 他家里的见证 令到我决定 一家回来香港来师父 回来香港一年里面 我真的看到有些梦 是真的 是真的 这个真的梦 包括到 我真的戴Headset 讲到 原来去电台广播的时间 里面 那个 控制音响的 那些员工 他听不到外面讲话 所以他自己戴着Headset 但我们又听不到里面讲话 他想我们怎样 我们不知道 原来我们个个都要戴着Headset 所以我和那些人录音的时候 一个人戴着Headset 在那儿查 方向性查经 广播了 录完之后 是广播进去里面 是给更多的人可以听到的 我当时的心里面 非常奇怪 从来未试过一个这样的经历 后来又透过大牧师一些介绍 我们有机会和几个牧者一起培训 而去到培训的时候 吓了我一条 原来坐在下面密密麻麻 那些的人 那些童工 全部是男三 男虎 是我以前从来未见到过的经历 接着另一方面 当我回到香港侍奉的时候 由方方那边开始 去到秋创 由秋创去到罗氏 罗氏长广 然后跟着恩福中心 那大家都知道 排队已经成为恩福的一个文化 这个也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 因为美国那边牧会 是从来不需要排队的 一个门口是大的 路是很多的 入口的地方非常多的 人是很少的 所以是没有需要排队 回到香港的时候 是很不同 最后一件事都给大家知道 我记得我曾经投过稿去中信 是我的见证 结果收到的一个回音 你的稿件 太长 不大适合我们的需要 所以决定 不会登在 但是又没有寄回我 那我是第一次投稿的经历 而投稿的结果就是说 我好像没有什么心 我想继续写下去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投稿中信 是只有一次 就是那一次 然后也没有投过 那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写书的 不过自从来到香港 事逢之后 是因为讲了一段时间陪灵会 有些人就漏我 喂 你那些东西 有没有写下 可不可以出书 就是因为有出版社 漏我做这件事 我告诉他 我那些很乱的 就是写得不太完全的 不是很好 他说不要紧 你写了之后来给我们 我们有人帮你去编辑的 帮你去教队的 结果就是因为这样 我就开始将 有几本用开的材料 一心见血 价值观 新生命生活 然后还有一些性格重整 坏习惯重整 圣灵论 认识主基督等等 就交给他们 我没有想到他们 就是很认真地 由头到尾就是跟我这样来做 以至于那些书 逐年逐年这样来出来 我为这一切来感恩 今天讲道的时候 很想跟大家来 介绍一位 圣经的四大人物 第二位 这个就是雅各 雅各 原来 在他自己人生里面 最低谷的时间 这个低谷就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拿了掌子的名份 就是他哥哥 因为是红豆汤 就换了掌子的名份 给了他 第二 另一方面 也都拿了他父亲的祝福 这个是他自己押回来的 是他妈妈跟他一起押回来的 祝福拿了 掌子的名份 拿了 但是得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灾难一场 这个灾难 是他的哥哥以素 直接告诉他 他让他说 我会放过你 在我爸爸死过一天 我一定拿你的名 不要以为 你拿了掌子的名份 你分家产的时候 你就会多一半 没有这样的事 我会被你了 就是因为这样,他听不到,他的妈妈听到,而当他妈妈听到的时间,就静悄悄说给他听:"儿子,你有这么快,得这么快,走老了,不要再回来,去你舅舅那里。 去他舅舅那里,要走多远?"我想当时,走路去起码几个月,非常远的地方。 走路去,你要几个月才能走,但是他都是为了逃命的缘故,他妈妈就告诉他:"你有这么快,得这么快,走啦!" 结果雅各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是走难离开他妈妈,离开他爸爸,就想去找他舅舅。 这个地方,是等于现在的,你可以这么说,以色列的地方,一直走到伊拉克两河,或者我们叫做现在,在一个西乃那里附近。 其实是相当远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是绝对不好走的地方。 结果他在去走的过程当中,走到一个地方,叫做路斯。 路斯这个字,原文就叫做行树。 其实这个字,就是现在的伯德里。 他去到那里的时间,就发了个梦。 而这个梦呢,是燃起了他的斗志。 这个斗志不单止能够顺利走到他舅舅拉班的地方, 甚至燃起了他日后整个的人生。 原因在哪里呢? 这个梦境有几个特色。 我今天很想跟大家来到去分析这个梦境。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梦境也都给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的指引。 有哪些梦是值得我们去寻梦的?你继续下去的。 有哪些梦呢?你有那么快,得那么快,停止了,继续发下去的。 甚至有那么快,得那么快,将那些梦全部清除。 不要继续,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弟兄发梦发着,中了彩票。 突然之间,在老板面前受的冤气, 他就说,一次过全部都掃清了。 发梦发着,他自己中了彩票,成亿。 然后跟着回到公司的时候,就跟老板说了一声。 对不起,我今天要炒你鱿鱿。 然后跟同事说一声,今天跟你们拜拜, 我不会再做了。 然后跟着,各样的东西都可以不用了。 离职那些又不用了,什么都不用了, 所以拜拜了。 他说,发梦发着自己, 夜空风发的时候,突然间就醒了。 这个弟兄,他又敢把这个梦告诉我。 那我就跟着他说, 弟兄,这个梦呢, 我希望你以后都不要再发了。 因为不合神心意的。 不勞而获的东西, 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 也有一个人发梦发着, 有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校花。 找他, 投怀送土。 结婚的。 我跟着也跟他说, 弟兄,我希望日后你的里面, 不会有这些梦再出现。 否则会影响你的。 而且影响你的份人。 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说到底有什么的梦, 是值得我们去尋梦。 有哪些的梦, 有这么快就这么快, 你停止了它。 有哪些的梦, 是可以去尝试。 我今天就给大家来看看, 雅各的梦有三个特质, 是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第一个特质是什么呢? 他的梦境, 是与神的应许紧购的。 我们一起首先去读一读。 由28章创世纪第10节开始, 我们一起读到十五节, 十至到十五节, 大家找到,我们一起读。 雅各出了别是吧! 到另一个地方, 因为太阳下了, 就在那里住宿, 在那里扑饿睡了。 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头顶着天, 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 我是耶和华, 你祖阿伯罗汗的神, 也是以撒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所躺我之地置给你。 你的后裔必上已上, 必向西南北开展。 地上的万族, 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我也与你同在。 我必保佑你, 领你归回这地, 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承传我向你所应许的。 在这个梦境里面有一件事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个梦境是和神的应许息息相关的。 到底是什么的应许呢? 有几件事非常重要的。 首先第一, 是和那块地的应许息息相关。 我们首先, 给大家来看一看, 到底和地的应许息息相关, 是关乎到什么呢? 《创世纪》十五章, 十八到二十一节, 在这段的圣经当中, 你们找到, 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段, 或者我读一读, 开头十八节, 即是十七节, 铁日落天黑, 不料有无烟的炉, 并燒着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当那日, 耶华与阿伯兰立药, 我们一起读, 说, 我以赐给你的后裔。 甲摩利人, 客人, 比利洗人, 尼佛阴人, 阿伯利人, 加南人, 抵甲杀人, 耶布斯人之地。 好了, 在这段的圣经当中, 首先, 我们看一看, 雅各在这个地方, 我必要将这个地来赐给你们。 成为你们什么呢? 是永远遗孽的地方。 这个地是这样的。 而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 在阿伯兰和神之间的关系里面, 神也都非常清楚, 在十五章, 已经告诉他爸爸, 这块地是要给他的。 这块地, 到底包括到什么地方呢? 起码我们可以看得见, 是由埃及河, 南去到埃及河, 一直去到, 白拉大河之地。 白拉大河就是 幼法拉底河, 这一块地。 换句话来说, 你可以看得见, 这一块地的本身, 西去到地中海, 南去到埃及, 北去到黎巴嫩, 敘利亚, 而东去到哪里呢? 其实东是去到现在的伊拉克。 各位七岸的鼎姐妹, 我们看到, 神再一次将这个的英许, 说回亚国听, 这块地, 我是赐了给你们, 你和你的后裔, 都要得到的了。 第二件事, 有关后裔的英许, 也都非常清楚, 在这个地方来到出现。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到底这个地的英许, 是怎样跟神对阿伯蘭的英许, 息息相关呢? 十七章,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蒼西记的十七章, 四至到第八, 四至到第八节, 一起读。 我愿你立约, 你要作多国之父, 从此以后, 你都明白, 不要再叫阿伯蘭, 但要叫阿伯拉罕, 因为我愿立你作多国之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入, 君王从你而出,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作永远一样, 作你和你的后裔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所居之地, 就是迦南传地, 刺激你和你的后裔, 永远遗孽, 我也要作他们的神。 在这段圣经当中, 我给大家知道的就是, 阿伯拉罕当时自己出的, 连一个儿子都没有, 那时已经八十多岁, 一个都没有, 而实际上, 他是去到一百岁, 然后他的太太, 已经去到九十岁, 才生第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叫以撒, 而以撒生了两个, 就是以素加上二个, 。 我们看到雅各, 是作为, 你可以这么说, 第三代的传人, 第三代的传人, 以撒的儿子, 他再一次, 在一个梦境里面, 能够得着一个这样的应许, 就是他的后裔的应许, 这个后裔, 要多到好像地上的陈沙那么多, 你要向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的万族, 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各位弟兄姐妹, 以当时的情形来说, 亚伯兰, 生在以撒, 只有一粒, 以撒生了两个, 然后接着呢, 两个当中, 有一个已经不属于神自己挑选的系列, 只剩下一个。 这个是谁呢? 就是雅各。 而雅各当时, 是连太太都没有, 他还要走烂。 而神再一次, 将这个应许告诉他, 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甚至, 这个国度, 各方面的东西, 都要继续成就到, 神和阿伯拉罕立的仗。 你有没有信心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分都未结, 神就告诉你, 你的后裔多到, 好像天上的星, 地上的沙那么多, 然后君王从你而出, 国度从你而立, 而这个君王不是一个, 是复数的。 国度是复数的。 然后阿伯拉罕, 他说你要成为多国之父, 是多个国家之父。 你信不信呢? 你作为阿伯拉罕的孙子, 你很清楚这些的应许, 你相信不信呢? 但是, 阿伯拉罕听到这样的应许, 爸爸再一次得到神的承诺, 他会成就这个应许。 现在去到孙, 这个孙未结婚, 是只剩下他一粒, 神再一次透过梦境, 来说回他听。 然后第三,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同在的应许, 甚至創世纪二八章, 我亦与你同在, 你无论去到哪个地方, 我必保佑你, 领你归会这地, 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一个走投无路, 连命都不保的时间, 雅各他得到的, 是神对他的应许, 就是要与他同在, 保存他, 是直到所有的应许, 就是神给雅各这些的应许, 成就。 有一件事很重要, 梦境, 是带给我们生存, 斗志, 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如果一个人在绝望的当中, 连一个梦境都没有, 对他来说, 他就会生不如死, 那就死了他。 但如果一个人去到这些这样的境界里面, 无论你是分野上出现问题, 你的经济出现问题, 你的事业出现问题, 你的身体状况, 健康出现问题。 如果你仍然有一个梦境的时候, 你可以冲破目前那些的境况, 甚至身体已经去到一个地步, 医生都说没有救也好。 但当他有这个梦境的时候, 他可以继续延长他的生命。 而延长到什么地步呢? 是可以将他的梦境变成真, 然后他才安然离世。 在过去的里面, 我见到有很多不同重病的弟兄姊妹, 都在一个这样的情境里面, 完成了他们自己的心愿。 然后跟着呢, 很平安地跟他们的亲友说, 拜拜。 他要做的, 已经做完了。 弟兄姊妹, 是因为这样, 梦境是我们人生的当中不可或缺。 但另一方面, 梦境是怎样能够真正有神的同在, 得着神的祝福呢? 就是我们的梦境, 必定是与神的应许息息相关。 这是第一样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样的事情, 很重要的, 就是当我们发梦的时候, 哪些的梦你会发觉到呢? 是更加能够经历到不可思议的事情。 或者我首先, 解释一点点。 刚才我说到, 就是我们的梦需要跟神的应许息息相关。 你看看雅各的梦, 他的梦见就是耶和华站在梯子上, 然后神的使者, 从梯子的上面上去下来。 这个使者是什么呢? 我记得有一次听人说, 他说这个使者就是耶稣来的。 但其实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使者, 这个使者这个字, 在希伯来文是复数的, 不是说一个, 是复数的。 所以使者在这段的圣经, 很明显是指着天使。 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而神就站在梯子上。 换句话来说, 这些使者是传递信息的, 一些的使者。 雅各因为看到这个意象和梦境, 而带给他一个生命的能力, 继续延续下去, 甚至带给他一个生命的方向, 日后, 当我们继续来讲的时候, 你会看到, 就是为什么这个人, 他可以这样做的呢? 就是因为梦境带给他的一些激励。 我们接着来看看第二件事很重要的, 十六至十九节, 我们一起读。 雅各谁醒了, 说,又说真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就具怕说, 这地方何等可为? 这不是必的, 乃是神的殿, 也是千的梅。 雅各清早起来, 把所浸的石头立作柱子, 胶游在上面。 他就吸那地方名叫白特尼。 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 李兄姐妹, 其实, 你去到一个这样的抗野, 你睡得着已经很厉害了, 为什么呢? 枕头是石头来的, 不过当然你找了一块石头, 对自己的颈子。 那张床是地下来的, 还有凹凸不平的地下, 可能是。 你去过抗野, 大概你知道。 但是那张床呢, 我想是有史以来, 从来没试过这么大的。 是全世界最大的床, 因为整个抗野都是床。 但是雅各在这里, 好幽默。 他在那个地方醒了之后, 耶和华真是在这里。 各位弟兄姐妹, 耶和华的同在, 往往是人去到走投无路, 极其有需要。 在他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对神那种需要感强的时间, 他就会最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 这种同在, 最重要是心境, 因为这个心境, 他驾驭到这个环境。 神的同在, 不是一定是由环境, 来到制造出来。 那是你的心境。 如果有神的同在, 去到哪个地方? 这个都是神的电。 雅各, 就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感恩的回报。 换句话来说, 紧购神的应许,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方面, 是有承诺, 有感恩的梦。 这个梦, 一定是梦神祝福的。 雅各将一切的东西, 归功于我们所信的神。 到底在这段圣经当中, 一切的东西, 包括到什么呢? 我们看看。 首先, 他说, 耶和话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他深信, 神是在那里。 而实际上, 神是无处不在的。 他认定在一个这么艰难的, 抗野的, 一个这样的境况里面, 神还是在那里。 第二, 他就惧怕。 他说, 这个地方何等可为?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去过以色列。 你去过以色列的时间, 你参观到那个地方, 你真的发觉到, 完全想不到, 为什么雅各会选择这个地方, 然后跟着就说, 这个是神的殿, 是天的门呢? 只有几架蛇。 但是这个呢, 是成为他和以色列人日后, 一个很大的改变。 他惧怕, 然后跟着就说, 那个地方何等可为? 因为他不是别的, 乃是神的殿, 是天的门。 然后跟着他清早起来, 就将所浸的石头, 立作柱子, 做一块柱在那里。 没有雕像, 没有偶像, 以色列人, 由阿伯拉罕开始, 是立石柱, 来得去敬畏, 完全没有任何雕像的。 因为神是不容许有雕像的。 然后跟着呢, 表油在上面, 来得去敬拜。 油, 高油, 香膏, 很重要。 是在代表神自己的同在。 当然, 来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预表, 就是圣灵就好像油一样。 所以, 以色列人, 无论是君王也好, 祭司也好, 先知也好, 当他们上任之前, 他们都会来得去高, 就是淋一些的油, 来得去高他们的。 是预表着圣灵, 跟他们的同在。 原来他就在一个地方, 做了这里之后, 他就帮那个地方, 起名叫做伯特利。 伯, Beth, B-E-T-H, 就是House, 是家, 是电, Lahem, Bethel, E-L, 就是Elohim, 那个字来的。 Elohim, 是什么意思呢? E-L-O-H-I-M, 就是神的意思。 所以Bethel,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殿, 就是神的家, 就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那个地方, 本来的名字叫做路斯, 就是行树。 到现在为止, 以色列人已经不知道, 那个名字以前叫做路斯的了, 你去到那个地方, 都是叫做Bethel, 伯特利, 已经成为一个游览的, 必到的地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其实这个地方, 比我们看到的有一些的教导, 很重要。 这个教导就是什么呢? 就是雅各认定这个地方, 既然是神的殿, 是神的家, 是天的门, 是神同在的地方。 祂就希望祂的子子孙孙, 连同祂自己, 永远都记得这个经历。 鼎姊妹, 我不知道大家, 在你过去和神的关系当中, 有没有一些的经历, 你是到现在都没有忘记的, 可不可以举手? 有多少个? 到现在为止, 你在神里面一些的经历, 神带你经过那些苦难等等, 然后带你经过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到现在还记得的, 举高一点, 感谢神。 好了, 再问多一句, 有多少人这种的经历, 你是有和你的子女说过的? 可不可以举手? 兄姊妹, 这个就是今天, 我们在雅各的身上, 我们学到的事情。 雅各, 他为了要令到他自己, 和子子孙孙, 记得这个经历, 他用一个很实际的方法, 是叫世世代代都记得。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连这个地方的名字, 他都改了它。 不要叫老师, 老师就是行树, 没什么意思, 难道只有一棵行树吗? 他要叫它做伯特利。 到现在为止, 这块地仍然是叫做伯特利。 任何人问起, 为什么这块地叫做伯特利? 道友告诉你, 这个名字是雅各起的。 那雅各为什么起它的名字, 叫做伯特利? 因为雅各在这里发了个梦。 整个梦境, 道友清清楚楚说出来。 这些道友是奇怪的, 不是基督徒来的。 他竟然能不能将这个梦境都说出来。 换句话来说, 雅各已经将这个地方成为一种文化一样, 是让后人每个都记得, 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发过这个梦。 经历过神自己在这个地方给他的梦境, 又经历过这个梦境到现在为止, 如何成真。 全部都说出来。 各位弟兄姊妹, 雅各做了这件事之后, 这块地的确后来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的众神。 世世代代, 他们都记得。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是出于雅各, 非常非常认真的, 来用一种的方法, 留为纪念。 所以因为这样, 我们看得见后人就用了这个地方, 来做了以色列人的敬拜众神。 今天, 在我们自己生活的当中, 生命的当中, 真是值得用各种的方法, 铭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我自己本身, 都是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铭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而我用的方法, 就是将这些很特别的经历, 写书, 录音, 录影。 我希望, 所有的人, 他们都知道。 包括到, 我们教会经历神自己的神迹。 我都希望能够透过书, 透过录影, 录音, 让所有的人, 能够知道。 这个特质, 提醒了我。 但是雅各, 他传递这个特质的时候, 是传递得更加透切。 因为现在的以色列人, 连不信耶稣的那些道友, 每个人都懂得说, 这些的传递出来。 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个特质, 这个梦境, 带给我们的, 就是有回应的梦来的。 雅各自己本身, 有这个梦的时间, 这个梦, 能够成为真。 亦都是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是雅各, 是有回应的。 我们试一试看看, 他怎样回应呢? 二十节, 去到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 雅各, 许元旋,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吸我食物吃,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家, 我的宗时必以摇摇为我的神,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 也必作神的殿, 凡你所赐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赐给你。 各位青废的顶之妹, 在这个应许的里面, 是用许元来到应许。 许元就是说, 我永远不会脱底, 我要做这一件事。 神啊, 如果你和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 你保佑我。 另外, 给东西我吃, 给衣服我穿。 有些人就说, 雅各都挺试困的。 原来要跟神讲价的, 讲条件的。 不过, 解经家一般都会觉得, 其实雅各的要求, 是生存的, 不是富裕的生活。 这个生存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东西吃。 有命活下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 有东西吃。 是不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呢? 大家觉得, 有东西吃, 是否重要呢? 抗野, 你记得, 是抗野。 是随时没有东西吃, 是饿死的。 有多少人觉得, 这个没有过分的, 可不可以举手? 不是过分的。 医生都说不是过分的, 真的不是过分的了。 因为这是要生存的。 好了, 第二, 衣服穿, 即是有三丈。 有多少人觉得, 这个要求, 或者这个期望, 不是过分的。 可不可以举手? 都不是过分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和我都好像雅各一样, 是这么简单的要求。 神啊, 你只要让我有雅遮头, 有张床睡。 第二, 只要让我日日有东西吃。 第三, 有三丈。 那我就会做足的了。 我告诉大家, 今天恩福的奉献, 不需要提的了。 会满舍。 你信不信? 但是可惜, 我们今天的要求不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 神啊, 如果你让我今年加薪, 加到5%。 如果你让我今年升到职, 如果你让我每个月都剩下多少多少。 如果你让我多少多少, 我相信一定会多过雅各的要求。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 你的期望呢, 是比雅各多些的。 不要说多多少, 是多的。 可不可以举手呢? 你的要求, 或者你的期望, 比雅各多的, 举手可不可以? 如果你说没有呢, 感觉相当不错。 你一定是最幸福的人, 和最快乐的人。 你的微笑指数, 灌绝全球的了,一定。 原因是哪? 因为这么简单的要求, 在香港来说, 是所有人都有的。 信不信呢? 如果你说没有, 请你在回应纸, 写下, 告诉我, 我要动员我们恩福的资源, 来帮你搞定。 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来的。 没有衣服, 你应该给他穿。 没得吃, 应该给他吃。 没得喝, 应该给他喝。 你一张床位都没有, 我们有责任。 香港政府都有责任, 来帮你搞定。 这是人生存必具的东西。 接着第二, 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家里面。 因为他都很想见他爸爸。 没理由离开了之后, 以后都不见的。 他都希望能够回去。 大家知道背景是什么? 他哥哥要追杀他。 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再次回去和好。 但是保佑我回去的时候平平安安。 然后他就说, 我必以耶和华我的神。 然后立这个柱子, 石头作为神的殿, 凡你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来献给你。 这几个的承诺是他做的。 我认定耶和华就是我的神。 第二, 我一定立这个柱子的石头, 也必作神的殿。 你看到这个不仅是他自己, 连他的子子宣传都做。 全部是做了, 做足的。 第三, 凡是神赐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来给神, 奉献给他。 各位听姐妹, 雅各有没有做到呢? 有没有做到啊? 完全做足。 第二, 他生了十二个儿子, 十二个儿子后来成为十二个支牌。 我心里想, 原来这个梦境, 神是要他必成为一个国, 国道从你而出, 军王从你而立, 带来的结果, 是特别, 那种胸襟不同一点的。 这个胸襟不同一点, 就是对他们来说, 有那么多, 生那么多。 当时这个是不简单的。 第二, 生了出来, 还要培育他们成为族长。 培育他们成为族长都不得已。 以色列人, 是因为认定神的应许是这样, 世世代代都记得了, 神给他们的一个承诺, 应许。 所以他们就朝着这个目标, 一开始, 就是建立人才。 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 都有很大的帮助提醒。 对我自己的提醒, 神认定, 我们要去使万民作祂的门徒, 是门徒, 不是教友。 第二, 认定, 我们必须要, 全民皆将, 凡他教导我们的, 都教训他们进手。 当我的胸襟, 是要看到神的这个大戒命, 大使命, 我的心就开始想, 我怎样才能做到呢? 我很感恩。 而当我愿意是这样做的时候, 神也都一呼百认, 有很多的同工, 顶姊妹, 和我一起分担这个的梦。 现在我们就是向着这个梦, 来到去尽快。 各位顶姊妹, 你有没有梦呢? 你的梦是什么梦呢? 我们低头做个祷告。 亲爱主, 恳求你继续不断将更大的梦境给我们。 又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 当我们的梦境是紧购你的应许, 我们有承诺的, 有回应的, 去面对我们的梦。 你一定, 让我们的梦, 可以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 多谢你, 从雅各身上, 我们得着一个这样的激励。 求你带领我们, 也直接, 是因为我们愿意跟你的缘故, 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圆蒙, 好像你为雅各圆蒙一样。 奉靠耶稣基督的命求。 阿们。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